好久不見 五月VLOG 其實現在已經是大概五月十五 十六 十六號 五月十五啦 然後我剛吃飽飯 我現在在行天工 這是我今天OOTD 一個帽子 然後西裝外套 對 我現在是要回家 現在大概晚上九點半吧 剛剛跟朋友吃完飯 我們剛剛清完生 耶 啊對 我最近都會戴戒指 歪掉的戒指 有點熱 最近夏天的時候越來越熱 所以 喔對 等等見 然後 我上期視頻不是有說 我就是 開始簡化自己的保養嗎 然後想說再繼續更新一下 我就應該用這個 這很便宜耶 這才 三百多塊 什麼玻尿酸系列 我網路上來的 然後我現在有時候連 化妝水我都不太抹 就是洗完臉以後 就立刻 就出來水上還有點氣的時候 水氣的時候 我就立刻塗了 隨便塗出就好 然後凡士林 就這樣吧 呵呵呵 不想比中指 好猛 好 戳 戳到很熱這樣 再光線一個 忽暗忽亮 對 我最近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皮膚變得 蠻好的 就凡士林蠻油的 所以真的不要用太多 但它那個油是 你皮膚可以接受的油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剛用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房間很熱 所以還是會有點 好像有點悶悶的 大概三四分鐘就好 你們現在電到三支點風扇 用這好熱 對 我保養就是這樣 你們這樣 我買了一個 SWITCH的盒子 動物神又會 然後裡面就可以裝卡片 或什麼的 然後今天我買了早餐 我買一個 我買三卡 這三個才36塊 你可以 進這個Mitch 下班 我在回家的路上 然後給大家看風景 你們看夕陽超美的 但好像聽說明天會下雨還是什麼的 所以 對 戴口罩好熱喔 對啊 啊 昨天睡很飽 然後今天上班精神 又特別好 就是我真的覺得要睡飽 不然 精神很差 剛才上班有種體悟就是 就是 就是 做剛好就好了 不是說 計較的很仔細 就是 我覺得做到心裡的那個 舒服的平衡點就好了 就是 不用多 也不用太少 就是 剛剛好 讓自己舒服 然後讓工作也可以很穩定的下去 這樣就是最剛好 對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懂我在講什麼 對 今天穿 七分袖的上衣 我要回家吃飯了 等等見 不一定 晚上見 拜拜 傳來個清盆大雨 今天是5月21 雨超級大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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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圓山 今天是5月24 我剛才買了一個 什麼 香檸 什麼 陳 冷脆咖啡 喝起來有點 苦 就是檸檬香 還是橙香 這樣 我現在要去看展 久違的 假日出遊 好樂 今天是 梅雨季會停一天 然後接下來就會再下好幾天 所以我要把握一下機會出來玩一下 看看展 我進來了 然後現在進來還要驗身份證 就要少身份證 還要少溫度 然後噴酒精才可以進來 一定要戴口罩喔 對 進來看展 這塊好喝啊 吃泡水 但是好貴啊 等他推薦一下 這塊好喝啊 請看完展啦 今天的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江醒二真的是很棒 然後畫很有創造力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生活中有很多的很精彩的事情 很棒很值得一看 就是感覺他歷經了好幾個時期 比如在紐約在巴黎在台北 他經歷了生活 很值得看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展 但覺得很棒 口罩一直掉下來 我要回家了 繼續玩我的動物之聲 動物聲有會啦 不是動物之聲 5月25 今天要上班 我穿了一個 OOTV 我最近一直瘋狂買這個 這很好吃 就是芋頭跟地瓜 然後兩個夾在一起 還不錯 看不到薄面 它就是這樣子 這個蠻好吃的 推薦大家 在全家買的 很好吃喔 好好笑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